大家好,欢迎使用电子网上学习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学习A-LIFELINK 再次提醒大家,电子网上学习只供内部使用 本培训资料为AIA的代理员和员工专属 仅可作为代理员产品知识的培训指南 并非销售资料、文件 故不适用于招揽客户 今天的课程大甘如下 AIA的新产品系列有保障、医疗、储蓄和投资连结 四种以应付不同需求 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学习A-LIFELINK 什么是投资连结保单 一个保险计划 它的价值与损责基金的投资表现细细相关 此保单账户价值将会提升 若所损责的基金表现良好 其账户价值将会下滑 若所损责的基金无法达至满地的回酬 投资连结保险提供了一个机会 通过参与投资基金累计财富 保单持有人拥有选择不同基金的权利 此权利可让保单持有人分散风险 同时也得到财务保障 例如死亡利益 在投资连结保单 保额是均衡至保占期满 若受保人在保占期间死亡 公司将赔偿保额以及单位价值 若受保人在保占期间内偿费 公司将赔偿保额 账户户口价值将被保留 若受保人其满时依然生存 公司将支付账户价值 公司会如何分配保费呢? 当受保人支付保费时 公司将依据保费年份分配率分配 40%第一年和第二年 70%于第三年 75%于第四年 90%于第五和第六年 第七年后公司将分配100% 分配的保费将用来购买单位 所累积的单位将用以扣除保单服务费 和保险费用 未被分配的保费将用来支付 公司费用和代理人的用金 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假设保费一年 马币2000 根据算述图表 每一年多少保费将分配到购买单位 你是否有相同的答案呢? 除此之外 投资连结保险保单 提供伸缩性管理投资基金 保单持有人 任何时候都可以执行以下的选项 以符合您的投资需求 此选项有 加额 投资分配 提对和转移 为何购买Alifling? Alifling是一个同时拥有 灵活性的保障和储蓄的计划 拥有无需核保额外周年红利保障 以及提供5年的保障保证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产品的质点 Alifling是一个定期保费投资连结计划 提供保险保障至100岁 若死亡发生公司将赔偿保额及周年红利及账户价值 上若在70岁前发生完全及永久残废 公司将赔偿保额及周年红利 保单投保额是根据长期定义支付 账户价值将被保留至保单中止时支付 在满期退保或期对时将支付账户价值 与保单持有人 保单持有人可享有5年保证的保障 即使账户价值不足以涵盖保险费用以及服务费 条件是于到期日或在宽限期内或预期付款期 已支付基本保单和A-plus-saver的保费 没有动用过保费假期 还有没有更改任何保单会议 而导致保险费用剔减或增加 但不限于提对 此保单也拥有周年红利 此红利将从第二保单周年开始 每一年增加投保额的1% 直到保额的120% 额外的投保额是没有征收保险费用的 当死亡完全及永久残废将被支付 若违基附加利益A-plus-critical care 在保单开始时附加 受保人被诊断处严重疾病时 也将被支付 此会议在退保 断保和保单满期时 不会被支付 周年红利的计算法是以 1%乘N乘较低的最初保额 或目前保额或顶限马币500千 N是投保者最后一次付费的保单年次数 公司如何计算周年红利呢? 情景一,假设最初的保额等于马币100千 和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没有亏欠任何保费 在第二年时把投保额增加至马币150千 公司将以1%乘以3 这是因为受保人在过了三个保单年后死亡 再乘以马币100千 也就是最初保额 目前保额 马币500千中最低的 这也意味着保单持有人将获得额外的马币3000 情景二,若在第二年减少保额至马币50千 公司将会用目前保额 因为这是三项中最低的 所以公司将以1%乘以3 再乘以马币50千 相对的保单持有人将获得额外的马币1500 情景三,假设最初保额为马币700千 和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没有亏欠保费 公司将会用顶限马币500千来计算周年红利 保单持有人将获得额外的马币15千 Aplus Saver是一个定期加额账户 用于储蓄和投资的目的 95%Aplus Saver的保费是用来投资 A-Lifeline配备两个账户 即保障账户和储蓄账户 保障账户里有定期保费和零时加额保费 储蓄账户里有Aplus Saver保费 散落客户同意 可使用储蓄倡务内的单位 扣除每月基本及附加利益保单的服务费 与保险费用 保单持有人需同意交叉互补 即必须在投保书中的C2部分打勾 除此之外 A-Lifeline也拥有17种基金如下 从高风险、高回酬到低风险、低回酬基金 共选择 保单持有人也可以选择本地或海外基金 同时保单持有人也可享有免费无数次 限制转换基金 每一次转换基金的倍数为5% 例如 50%的基金从股票基金转去平衡基金 公司将征收保单服务费用 以维持保单行政费用 此费用每月征收 缴付方式将决定保单服务费的数额 若保单持有人选择每月缴付保费 他必须支付60级 其他缴付方式一律征收50级 这些是可以附加在ALIFELINK的附加契约 若附加任何一项附加契约 公司将征收额外的保险费用 每一项附加契约都拥有本身独特会议 详情请参阅其他的电子网上学习 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习保单会议的定义 在死亡率表里 儿童死亡率较高 因此儿童留置权 将引用在儿童死亡和残障会议 若受保人死亡时未满失税 支付的总额将按照以下所显示的 儿童留置权百分率支付 在ALIFELINK里的 完全及永久残肺会议的定义 分为三项 第一 假定长级完全及永久残肺的定义 这定义代表受保人被诊断为 酸目失明或完全善失两只 截肢手腕或脚踝以上 以及一只眼睛失明和一个肢体截肢 散落受保人符合假定残疾的定义 公司将一次性付款 第二 任何职业的完全及永久残肺的定义 与职业有关 在此定义下 对受保人造成的伤害或疾病 不能执行任何工作 至少连续六个月 完全是由同样的伤害或疾病所造成 和通过注册医生并经过所有合理的治疗或复健 以及受保人以后再无法工作于任何职业或自残职责 尽管进行最佳的医疗护理或治疗和复健 例如昏迷、瘫痪、职务人 任何职业的完全及永久残肺 与其职业的收入无关 第三项 适合职业的完全及永久残肺的定义为 对受保人造成的伤害或疾病 不能执行任何工作 至少连续六个月 完全是由于同样的伤害或疾病所造成 和通过注册医生并经过所有合理的治疗或复健 以及尽管进行最佳的医疗护理或治疗和复健 受保人再无法工作于 它合理、合格的知识、培训或经验有关的任何存职或 兼职、职业和日常职责 例如 罗里驾驾驶员、商级脊椎骨和无法驾驶罗里 公司将会在首两年支付保额的10%和剩余保额的80% 将在第三年支付 公司将要求受保人持续残疾证明 适合职业的完全及永久全长会议 与其职业的收入无关 一旦残疾缩赔成立后 所有保险费用与基本保单、保障将被豁免 直到受保人康复长级 必须在受保人年满70岁前发生 所有附加于基本保单的契约 保险费用将会持续扣除 公司将不会豁免从收到索赔通知后一年前的保险费用 即保单持有人需持续长级证明 所有标准型保单将会拥有免费 A-Plus Disability Care的保障 最高免费A-Plus Disability Care为马币800万 任何一个标准生命儿童最高为马币125万 退休人士则最高为马币500千 可购买的A-Plus Disability Care为800万 次标准型则最高可购买为马币400万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A-Lifeling的合保指南 A-Lifeling投保年龄为14天直70岁 保障之100岁 最低投保额将根据以上图表 完成级永久禅费保额 必须依据基本保额或每个生命最高马币800万 次标准型保单将施加于次标准型的 保险费用利率 从事高风险职业者将收取额外的保险费 A-Lifeling不允许风险回溯 公司将以客户的保费根据以下的分配率 购买所选择的投资连结基金 95%临时加额或A-Plus Saver的保费将会购买单位 任何未分配的保费将用来支付代理员用金 及保险公司的其他开销 保费需缴付至100岁 最低年保费为马币1800 若无A-Plus Saver 不受保证的保险费用将因性别 及是否抽烟状况而改变 保单持有人将拥有31000的宽限期 最低零时加额为马币500 A-Plus Saver则最低为马币120 保单持有人可随时更换或转换 未来投资基金的分配 基金分配额的转换最少为总额的5% 并以5的倍数来计算 保险费用将在每月扣除 相对的单位 托惠因年龄 是否抽烟 健康状况 职业及性别额有所不同 目前基金转换是免费的 基金管理收费将按照 每年投资连结基金 净资产的0.5%至1.5% 保费更改可在下次保费的到期日 增加或减少 因增加保费 保额也会提高 保单将重新受合保 若要降低保额 随时可在每月的保单周年日进行 保单持有人也可在每月的保单周年日期 进行附加或删除附加契约 最低提对数额为 马币1000 提对之后必须保留最低马币1000于账户内 保单持有人可随时转换投资基金 最低转换数额为马币50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A-LIFELIN的总结 A-LIFELIN提供以下的会议 保障和储蓄余益保单 周年红利 五年保证保障 死亡和完全集永久禅费保障 免费无数次基金转换 17种基金选择 完善的附加契约的选择 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